肯定就是你了 大家觉得漂亮 大家打上两个字漂亮 阿米啊 咱们在一起 在一起这样直播吧 可以这样也可以 谢谢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漂亮是吧 阿米啊 你知道昨天晚上 我想了一下还是要跟你说一下 你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吗 我们在直播间不是报了一下吗 我报给你吧 就是你也报了我 对我你也报了我吗 谢谢大家 大家继续的点点赞啊 继续叔阿姨们 谢谢 谢谢哥哥姐叔阿姨 谢谢夸奖 怎么网络啊 刚刚有没有卡一下 刚刚有没有卡一下 都夸你漂亮的 都夸你漂亮 谢谢 阿米啊 就是昨天晚上 我们不是相复的报了一下吗 对啊 报过之后 你 小我下播了 你小姨就给我打电话 把我骂的狗 给你打电话干嘛 给我骂的跟狗似的 不是他打电话给你干嘛 他骂你啊 他刚开始给我打电话 我没接知道吧 因为我 我不要接他的话 后来他换了一个号码给我打的 换你的号码 啊 我就接了接了过之后 他说你我我才想挂的 他说你不要挂 是啥 后来帮我骂的跟什么似的 他说你这样在直播间里 抱阿米 他以后还要不要嫁人了 又说说是我们 他说我们山里的山山里的姑娘 不像不是你们那边的 随随便便就跟人家抱啊 或者什么的 你直接帮我骂的 他说他说你今天你不要开直播 你要开直播我直接 又怎么怎么样 所以说我吓得我也不敢去了 我就说你咋没了 你你以后就是看到陌生的电话吗 你不要接知道吧 哎 哎 你不要接他的电话真的 我也因为这是我们的事情 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我也我也前面跟他吵了一架 然后他跟我打了打了个电话吗 然后就说什么为了我好 然后给我介绍一个什么 有钱的年轻的 我直接被气死了知道吧 那阿米啊我想 问你一个事情 要不咱们坐在那里好不好 你是你问吧 我们我们怎么说呢 遇到事情吧 就是慢慢慢慢的解决 就可以不要冲动 是吧 我有时候也是真的 就是很容易冲动的那种 你坐吧 你坐坐坐坐坐 坐坐 我也知道你因为今天 我们要到我好兄弟的那里直播吗 你也 挺伤心的嘛 这个我也知道 但是 是说实在的 因为你小姨啊 其实我我我现在一直都在怀疑 你知道吧 我怀疑就是你小姨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底气 来来说我啊骂我啊什么的 我有点担心是不是 我说我就直接说了 没事你提报提说吧 你不要尝着烟 我有点担心是不是 你 爸爸妈妈同意的 因为你之前也跟我说过嘛 你们家的是就是 有大事了嘛 很多时候都会去找你 找你找你小姨去商量啊 怎么办啊或者什么的 所以说因为你小你爸爸妈妈 我算是说实话 我对他们俩的印象是非常好的 都是挺老实的一人 是吧 但是他们是不是想着 他们是不是真的 真的觉得我不好呀 你不要觉得自己不好知道吧 你永远进驻你是最好的 你不要管别人说的 我小姨的话就是因为 他是那种比较出离的就是那种大人物嘛 然后我家里面啊什么事情都会跟他就是讨论一下嘛 然后他他就应该是提了很多意见吧 你知道吧 咱们往那边走走 这边信号可能不太好 而且我小时候也经常在夸张嘛 然后就差不多整个同年一半都是在他那的嘛 然后就看我现在这样他应该也是那啥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知道吧 哥哥结束阿姨们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会给你打电话 然后骂你真的 嗯 因为是吧 那朋友之间嘛 是吧也是可以 他可以理解成朋友之间的呀 我们可以就是抱一架什么 哦你才是娱乐 就就就就站在这就行了 谢谢直播间的苏茶一个个姐姐们 谢谢大家 阿米亚 其实今天我又给你准备一个大大的惊喜 惊喜 对的 你又给我准备什么惊喜 这个惊喜说说我也是想了很久 然后也策划了很久的一个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现在 不管怎么说呢 嗯 彩礼钱确实是还了嘛 对吧 嗯 李小姨 现在的意思是还是要把彩礼钱再给我 但是我真的不想加过去知道吧 我也搞不懂他脑子是怎么想的呀 反正我们那边 他会要把彩礼钱转给我 问我要卡号 我叫了好多遍了 我都没给他不要给他 竟然我选择要的这个钱知道吧 我也肯定是以后肯定是要跟你一起 但是我想问一下你你是一个什么想法 因为接下来不可能一直这个样子吧 对吧 不可能一直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接下来可能真的会 就像今天这一次来到杭州一样 我们也就是为了带货过来的嘛 对吧 帮助我好兄弟 他们 帮我这么大一个吗 肯定是要 要懂得感恩 知道吧 肯定是要帮人家的 对 但是说实话 我们接下来可能还会 还会去帮别人带货 这帮别人带货 可能就不是去帮 像我不是帮我好兄弟了 就可能就帮别人 有可能去做农压或者什么的 以后我想说的不是带货 我想说的是 接下来咱们 咱们可能会全国各地的跑 你懂不懂 你能不能接受这种生活 我觉得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有可能你要做农压或者什么的 能不能 但是这个事情 你必须要跟你小姨搞搞清楚 弄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才行 不然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知道吗 阿米亚 知道 我会跟她说 说好的 说清楚的 这是你不用担心 一定要说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让她同意 还有这三十万的猜利钱 我跟她 跟你们说了很多遍了 我既然给你们了 我就绝对不会再要了 知道吧 知道吗 对吧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姐 你们觉得小苗说的对不对 人家一个小姑娘 从山里面 本来是定的好好的娃娃亲 是吧 就因为我的介入 现在人家 娃娃亲也退了 所以说其实这个事情 你小姨她 也就纠结嘛 就是说这个事情都是怪我 就是因为我 我的介入 打乱了你们一整家人的生活 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 没有 那是她的认为 知道吧 他们只会为他们着想 很自私的 真的 就是嘴上说的是 为了我好吗 其实是 就是我们那边 你也知道的 就是 就是以后就是 嫁人嘛 要看那个家族啊 然后 什么的特别严重的 真的 我不想再跟他们 就是那个年代一样 我真的不想像那样 这样 阿米亚 我 我我今天 说实话 毕竟 我今天 不太想去那个了 我觉得我没有信心了 不太想去带货了 你不要没有信息 知道吧 你就是你不要管我小姨啊 你不要因为他们的打击 然后就放弃了 知道吧 你 这个时候你应该打起来 然后证明 证明一下 她 我们两个是可以的 以后是可以 就是一起努力挣钱的 可以吧 哥哥姐姐说她 因为你们说 你们说 我们因为 现在嘛 有可能我小姨 也在看我们直播嘛 她昨天我也不知道 她 你刚刚说 那要不你看我这样行不行 阿米亚 因为昨天是因为什么事情 就是因为我在直播间抱了你一下 被她看到了 她气得跟什么似的 要不然咱们今天 她现在在开直播 要不咱们再抱一下 我再给她们看一下 再抱一下 行不行 我感觉有点 你这样做 我像 是不是有点跟她对着干的感觉了 我也感觉有一点 你们说要不要 哥姐说她 我就是 就是变相能让她知道我们俩的决心 我认为她会不会气死 行不行 哥哥姐说 阿姨们 看一下 看她小姨看得透 是 我知道 你们别 别 别说我配不上阿米了 好不好 我知道我配不上 你们别这么说 那有什么配得上配不上 气死了 气死了 其实她小姨不管怎么说呢 按照站在她们的角度来说 她也是没有错的 说实话 但是总得为我着想了吧 是吧 也是啊 打不要的也有 要的也有 那到底是要还是不要 那到底要不要抱一个吗 哎呦 老关给我打电话了 给你打电话了 嗯 现在是正在打 你好兄弟是吧 对我们昨天大一口了 今天要过来的 这个你不接到电话 停 我接到电话的肯定让我过去 到超市去直播了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你们说我要 哎 要不要去直播 直播就是带货吗 我们昨天以及大一 你们你们看到那个 他的视频没有 叔叔阿姨们 看到我们拍的视频没有 去吧 他们都打去 但是我因为我们阿米 我们还有一点 我跟你说 我为什么压力这么大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 带过除了三货之外的 其他东西 从来就没有卖过其他的东西 所以说我压力很大 我担心今天卖的不好啊 因为我如果卖的不好 如果让你小姨看到了 说实话 那他百分之百 又开始挖苦我了 说你有什么 又让我又让我怎么怎么样了 知道吧 还有我兄弟 他们也对我们寄予厚望的 这个确实 不要紧张 我真的有点紧张 不要讲信誉 必须要去 对我也觉得 毕竟是吧 你兄弟帮了我这么大一个门 真的 借给我们三十万 又不是一笔小数目 而且我们也来到了这了 那要不 也来到了这了吗 那要不